南投县草屯镇一个修车师傅 疑似贪图方便 直接在大马路上倒车 结果是造成后方一辆机车紧急刹车 之后打滑还失控往前冲 然后就把前面的机车全部撞倒 两个骑士受伤送医 大马路上一部轿车不停倒退 轿车有一半车身占据机车道 路上骑士纷纷闪避 结果后方有一部机车为了闪轿车紧急刹车 没想到打滑往前冲 把前面的机车也撞倒 刹车的驾驶发现有车祸发生 赶紧下车查看 很快的他就请人拿出三角锥摆放 避免受伤歧视被追撞 原来他是附近一间修车厂的师傅 从修车厂旁开了一台车出来 探图方便 想把车子用倒车的方式 直接开回修车厂 没想到造成车祸 意思是非常清楚 常事都是轻微擦伤 幸好两名受伤骑士只有肢体擦伤 而修车厂师傅 马路上倒车 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最高可以开罚一千八百元罚还 华世线网闪周大祥林品星 南投报道